QA&Y armas 在這個系列影片中 我會解釋英文一類很基本 但對非母語的人很難每次用的詞 就是articles 中文是伴詞 其實比其他歐洲語系語言 英文的articles是很简单的 只有三个字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a and和the the叫做definite article 定观词 是用来记住一些因为不同原因 而是特定的名词组的 而a和an是indefinite article 不定观词 就是记住一个不是特定的名词 a和an是完全一样意思的 只不过基于语音的规则 在原音开始的名词前面 我们要用an 首先要明白怎样用适合articles 大家又是要先理解这类字 在英文结构里面扮演的角色 a and the 这三个articles 在英文里面其中一种名词标记 又或者限定词 可以叫做noun markers 又或者determiners 他们的作用永远都是mark住 又或者标记住名词组 所以他们永远都在名词组前面出现 在she is an english teacher 里面 an这个article就在english teacher 这个名词组前面 mark住这个名词组的 一个article和他mark住的名词组中间 可以夹着另外一些修飾名词组的修飾语词组 即是形容词和副词组 例如在she is the best english teacher 里面 the这个article后面 先是有best的员员员员 Pete 초中间反正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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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总结了 nation 弈制即 zeg 也认为大家都熟了 《article》只係英文其中一种名词标记 另外还有几种的 我现在简单讲讲了 首先所有possessive的名詞和代名詞都有記住名詞的功能 possessive的意思是擁有 所以possessive的名詞和代名詞指出擁有後面的名詞的人或是野 所有名詞加一個s音寫的時候加一個apostrophe 再加s 就會變成possessive的名詞 例如mishalitz 而possessive的代名詞有my,your,his,her,its,our,their 就是我的你的這些字 所有有apostrophe s的名詞和possessive代名詞都是名詞標記 都是determiner 都是一定在名詞組前面出現的 例如I watched miss charlotte's video 裡面的mishalitz這個名詞標記就是video這個名詞前面出現 而在I watched her great video her這個possessive代名詞又是video這個名詞前面出現 不過中間就是加插了一個修飾語great 不過要記住 mine,your,hers,theirs,theirs 這些字跟possessive代名詞不同 這些字不是在名詞組前面出現 而是代替possessive代名詞 跟他的名詞組加起來的整個名詞組 不要搞亂了 我會之後再深入說這些字 另一種名詞標記是demonstrative pronouns 指出這個或那個的this,that,these,those 這四個字 this是這個 是在單數的名詞前面的 these是這些 是在中數的名詞前面 that跟those分別是那一個和那些 例如在 these lessons explain the concepts very well these在lessons中數的名詞前面 mark著它 最後 所有形容數量的字都算是名詞標記 因為他們一定是在名詞前面 告訴我們後面的名詞的數量有多少 數量詞的例子有all 就是全部 any就是任何 every就是每一個 也可以是數字 例如100 例如在many students watch this channel many就是mark著名詞students的數量詞 many students中間又是可以加修飾語的 好似many good students this channel has two thousand subscribers 的two thousand這個數字 就是mark著名詞subscribers的標記 大家清楚名詞標記的字有哪些 而articles都是其中一種 在大部分情況下 一個名詞組前面 是不可以有兩個名詞標記的 例如I am subscribed to the Michalis channel 是不對的 因為channel這個名詞前面 有the article 和michalis possessive的名詞 兩個都是名詞標記 所以不可以一起出現 有幾個特定的用語是例外的 例如a few 就是有幾個 和all the 全部 這些是fixed的用語 所以不算在我們剛才說的規則上 規則是有系統的 今集我解釋了articles 是英文名詞標記的其中一種 又說了其他名詞標記的種類有哪些 下一集我會概括一下兩種articles definite和indefinite 特定和不特定的articles 有什麼大分別 然後再深入講 什麼情況要用哪種 以及什麼時候不用用 拜拜